邱文彥議員 非常的贊成 那其實讓我也回想 這個過去曾經跟 阿扁總統訪問了 南太平洋的豬島 那麼 我們原住民電視台 是整個亞洲 應該是整個亞洲 第一個原住民電視台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經驗 在跟南太平洋 豬島國在交往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很羨慕我想主委 應該非常清楚 我記得當時 其實我就有提起 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電視台 那麼當然以台灣的原住民為主 但是透過這個電視台 跟這個南島的原住民的各種文化 互相交流 那麼因為好幾個國家沒有電視台 這主委不曉得你知不知道 知道 哪一個國家有電視台 紐西蘭澳洲一定有 紐西蘭澳洲 不是我們在講的這個南島的 我們邦交國 這個不要考我 這個我不能考你 其實很多南島的我們的邦交國 都收看 都收看紐西蘭跟澳洲的電視台 他們有的國家像馬少爾 只不過有電台 有Radio 那麼像圖瓦魯 大概兩個都沒有 這也是我們的邦交國 其實我是順著邦委員的話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但是 但是我也必須講 我剛剛立刻翻了一下 你們都沒有 報告委員 我們不能夠繼續 其實我這三年跟南島之間的互動 非常非常的頻繁 我們連對他們住在台灣的世界 你都從事秘密外交嗎 不是不是 因為那些都很細 不然你這些都很細 對很細 我們去帛琉 裡面有寫啊 我本來只是要講你一下 那你中國你就講的 你就非要拿出來寫 因為這是我們 早上段一康委員質詢過了 剛剛人家跟我說 你訪問中國的預算逐年倍增 然後你告訴我說 你告訴我說 我現在跟你講的那些都很細 那些你雖然你都知道 但是怎麼樣 不登大雅之堂嗎 我們會把它整理出來給你們 我們整理出來給你好不好 那個整個的細節 包括很多的影像 我們在這段時間 也協助成立了太平洋研究學會 也協助了太平洋研究中心 我們事實上對這個地方 包括怎麼樣 南語活化 東海岸活化 我們都有想法 但是這個也需要很多條件配合 也非常謝謝委員支持 我們一定支持 但是主委要爭氣 我盡量爭氣 要努力爭氣 不要還是像年輕一樣的感覺 沒有用 我是很擔心你 現在老了是沒有用 六十了 我是很擔心你 因為我昨天看到王如璇 看到王如璇 然後堅持基本工資 你看最後還是要掛官求去 你比王主委是任職期間長還短 他比較長 他比較長 你沒有用而且比較短 對 我在講任期 那 那個 就這段時間以來 最近 馬英九講了一句話 他說 這個 外面穿西裝 裡面穿丁字褲 這很好的話 比喻是這樣子 你詮釋一下 就是 那西裝是穿全套還是半套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每個人穿著的習慣不一樣 那馬英九的是哪一套 他這個是一個比喻 就是說 怎麼樣讓傳統跟現代能夠接損 就像委員你穿西裝 你沒有穿長袍馬褲 對不對 就一樣 我也沒有穿丁字褲啊 有褲子就好啦 西裝 西裝跟 西裝跟長袍馬褲是互刺的 這東西 那一天 那些鎮 這個 是 是 這 是 是 是 那 這個 那 因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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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